新建築中北後暗時報告工廳通過彼岸 到後再去 射到彼岸東中的餐廳改建工廳有關正常在進行 這次工作人員看到每體來熱 馬上就記著這次 來啦 廠長收取回購一位西餐廳工程知道嗎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有工作而已 不要路啦 那這個西餐廳有收取回購的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只是工作而已 我部部念政室中部調查做 在北後暗時 回到南大地檢室 占對前景國民賓館 邦經改建工廳貪污必頑 大會社群的老生町長 申告為相關人數進行精順 並到後再去 南大地檢室將老生町長 以及臨時甘做手上兩人 他貪污得多條例 裁定收阿經驗 昨天我們執行搜索的行動 帶回韓被告以及廠長總共9個人 那其中兩位主嫌的部分 向法院申請GIR 那法院裁定以GIR境界獲准了 那另外其他的廠商 以及一些證人的公務員 都請他們回去了 另一輩是所謂的 建築師事務所的專案經理 就是等於說負責設計建築的 建築師方面的代表 參與這個工程 那他的身份 目前是疑似就是白手套 就是替廠長收費 收縮工程的回扣款 在南政室中調組 以及南大地檢室的共同金板之下 插出青金龍町的相關改建工程 作為公佈金管貪污的筆案 其中老生町長 審貪污付出青金管貪污 並在他縮下當中 發現技術是回款的行件100萬 初步的估計 初步的估計就是 已經拿到是340萬 還有100萬 要拿還沒有拿到 那我們在他的辦公室 有收到100萬的獻金 整個員工的這個同仁的工作情緒 也都跟往常一樣 我今天一早已經到各的部門 都看過我們的同仁一遍 大家都運作正常 青金龍町這幾萬塊老座 看年晚會 老生町長當時 又跟民眾共同歡喜看年 沒想到這過一禮拜 就發生涉嫌收出工廳回扣的筆案 家鄉已經有出雙 新人有九歲看 好南島官的公務官 寫險貪污必頑 在第幾內就夠增加一件 記者檢本宣 蔡宏報道